都要做到好 我要凭写小说 能够养家活口 就对自己 你是一个对自己 有要求的女人 那我可恶的时候 也有的 说一说 这种可恶的时候 我希望越来越少 那也就是唠叨 这就是 女人要学会 不断地成长 虽然是我这个岁数了 但是你还得成长 要不然的话 其实呢 我觉得我呢 是从小当兵 当兵我们是吃了很多苦的 从早上六点钟起床 跑操 我是四点半起来 就练丝工 所以就这种时候 就这么一段生活 已经成了就是 穿过红武鞋的人 就穿上去 就脱不下来的 但是我觉得 创作跟我过去跳舞比起来 那就省事太多了 这个这种苦是一种 你能不能寂寞 能不能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 应该说是富有创造力的人 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 但是你知道 你这样的就是 就算女强人嘛 真够强的 她是女强人 我是要强 要强 你意味着一种什么 我呀 做妻子也要做得响当当 做母亲也要做得到位 做作家 我要写出最好的 最能表现我自己的小说 就是我门门都要全能 但是呢 可能现在有些女人来说 你是不是把太多的负担 加在了女性身上 比方说 老公为什么不能 帮我做家庭负难 对吧 比方说 为什么一个 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要把自己要求 全方位都做到这么好呢 为什么男人不承担更多的呢 我觉得男人 其实在帮你的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老公 他是我要出门 他先把这个地址 什么什么弄好 然后搁在那 但是他就搁在我的包上 也说那个地址就在那 但是我包一拿 那个地址就给我扔了 然后到马路上 就打电话着急 说你说你在哪 就是这种说不去了 我不去了 就使性子都会发生的 有多大的强 就有多大的弱 一定是太好的 就是我有句话 叫喜欢自己 还不喜欢自己 我今天做的这个人 这个严格林这个人 做人做的 照我自己喜欢吗 不照我自己喜欢 这一天晚上 我就很不高兴 你知道这一代人 我们这代人 跟下面这代人 完全的不同 我们所有的潜意识 或者意识中 都很清晰 就是你所有的事情 一定是你的努力 对不对 不可以白来 今天有很多人是白来 比如我们不是说 富二代这个群体 他富二代本身是白来的 他爹给他 我们这代人 没有一个人是爹给的 你爹是作家 也没给你什么 对吧 他不可以给你任何关系 然后你的努力的 你的所有的努力的成功 在当时的社会的 那么狭窄的竞争渠道中 每个人都是非凡的努力 他不像今天 他会偶然的成功 比如一些网红 突然弄个什么事 一下就红了或什么 这个都没有的 我们那代人里 没这个事 所以呢 他其实你老说 他一个女性的 这个身份 他女性只是个身份 但他不是一个 固有的身份 男性也是这样 所以他想获得 这个社会成功呢 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叫付出 只不过女性 比男人更困难一点 他就照顾的多 你比如你刚才一说 就是母亲女人 什么男人就是男人 他就没有说 你说一个男人 你在说他父亲吗 他没这个角色 他尽管是个父亲 也没人要求他这个角色 但女人就要要求这个角色 所以在中国社会中 女人成功就相对 我们那代人比男人要少很多 也是这个原因 受教育程度是普遍的 我们这代人 已经开始普遍受教育 就是说 有一万个男人受教育 就有一万个女人受教育 但是一万个男人 他出来能成功 相对世俗意义的成功 和一万个女人中 比较起来 还是女人少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我觉得严格林老师 挺可贵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也不排斥其他的 作为母亲妻子的社会角色 也不排斥谈那种社会角色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在我不太喜欢 有一类就是 所谓的女强人也好 或者要强人也好 就是他们梳理自己的墙 是通过贬损 另外一半梳理起来的 就是觉得 这么说 就是他们的墙 是把这个对象 就变为一种没有用的人 或者是小奶狗也好 或者什么 就把他作为一种伴侣动物 或者是一种宠物动物 他通过贬损 另外一半的能力 和社会属性来建立说 你看我是多么强 多么能干 多么的全能 就我觉得这种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也没有必要去塑造 塑造这种对立 你看啊 就是严老师呢 我觉得啊 他是自己要求 对自己要做到自己满意 他是一个自为标准的 一个要求 但是我觉得 你又说你说跳舞的 其实我觉得 很多跳舞的女孩啊 他很难避免被别人评判 就这个 我觉得影响一辈子的 就是我在想 跟他们的生活 有没有关系 就比如说从小 那谁跳这个 什么中间的位置 谁跳前排 完全是老师 就说了算啊 就是你从小是一个 被挑选的 不管你多努力 最终是他说 他跳到这儿 就在这儿啊 那么你现在 你推而广之啊 很多这个女性啊 他所谓的这个要好 你比如说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 13岁的一个外国女孩 在YouTube上 他因为他的父母 就是可能经常说 你长得不好看 他不知道自己 长得好看不好看 然后呢 他就把自己 弄在YouTube上 他让全球的这个人 就说你们说 我长得好看不好看 结果好像有一万多个 说得特难听的 这个话 他就备受 备受打击 你觉得这个 女人是不是 特别受这个周围的 评判的这种影响 对 我很早就发现这一点 你要做 这个审美的客体 还是做审美的主体 对吧 就是说你 你这个 很多的漂亮女孩子 或者就是跳舞的小姑娘 他都是在审美的客体 的这个位置上 就非常被动 后来呢 我就觉得 我自己 要有自己的一个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行为 什么要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老公 有这么喜欢别人的事 就我不能表现出嫉妒 对吧 就是我觉得嫉妒这件事 很丑恶 很俗气 我看见我妈妈 表现嫉妒的时候 她就不可爱了 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这辈子就得 干这么一件事 就不能表现嫉妒 结果也是 也是很害我自己的 对啊 因为那个老公就 我前的老公就认为 你看你 你不没事吗 怎么突然又有事了呢 对吧 就是这种 有的时候实际上是 一种前辈人 对吧 他们的伤害 或者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种不足吧 使我交往过正 实际上是这样的 然后呢 那你现在会表现出 你觉得这个 原来觉得排斥的一面吗 就是说应该真实 对吧 就是自己的这种 你的这个水平在哪里 做人总是有个水平嘛 对吧 你做的 做人做得很烂 水平很低 对吧 做女人做得很烂 你也就是水平很低的一个人 就是说老想把自己 拔高到那个水平 你根本达不到 对吧 你能做到就是 你的老公 有喜欢别的女人 你完全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淡然的那个 那种态度 做不到就别装 就是我装多了呢 就不行了 那最后的伤害 就是这种不真实的 对吧 就是这种不诚实 实际上还是不够诚实嘛 对自己的这个 你不能克制 为什么一定克制就是好呢 对吧 那不诚实也是因为 把自己看作一个 审美的课题嘛 就是你觉得是有一个 无形的眼睛 在看着自己的心理书 我都说这个男女 现在都平等嘛 但说实在的 我觉得还真不太一样 或者说我们都是 受过去的影响 走到今天的人 就是这个打分机制 有的女孩子就说 说我们好像 这个从小到大 一直在接受别人的打分 在不同的圈子 不同的单位 好像就是这件事 对于女孩子来讲 似乎变得特别大的重要 甚至有人都统计出来 说我一辈子 要被打六十万次分 就是你 还有点自恋了 谁打六十万次分 你体面不体面 或者说你 你做的这个 合不合 仪态 对吧 包括你的这个工作能力 包括你的模样 很多时候 女孩之间 她也是 有一个这个打分的机制 在互相看 互相看对方 你好像就摆脱了 我还没摆脱 我表现的摆脱而已 你自己给自己打一百分 不是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 比如说我早上 想好了今天一定要 要完成这么长时间的写作 对吧 就是甭管写多少字吧 但你这个 这个时间一定要 坐在这个课桌前 然后呢 写完东西了呢 没有乱浪费时间 在手机上 弄啊什么弄啊 弄啊 就自我纵容吧 然后我就去直接去游泳了 游泳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就去买菜了 对吧 然后完了以后 买菜回来呢 我就读了两小时的书 我觉得我今天一天 没有纵容过 太纵容过自己 没有那个时候 就是说 其实自我纵容吧 就是你当时感觉好 纵容完了呢 就是你末了感觉好 对吧 你到这件事情终结的时候 你觉得 要你看我今天计划的时候 我是一个有效率的人 今天我有效率 对吧 然后就是 如果一天 本来想好的 到了最后 就是各种各样的 对吧 哎呦 想怎么着 手机上花了多长时间 然后呢 打扮上花了多长时间 然后就 就觉得 哎呦 挺讨厌的 自己挺讨厌自己的 他是一个成功者 就是有一个铁律 就是凡是成功者 他有很多品质 但有一个品质是共有的 叫自律 他刚才讲了半天 都是一个自律 对 他就是特别自律 就是我现在 第一个自律 就是我要少吃 但我最近有点放纵 对 一出国 他就啪 然后 而且呢 一天一斤的往上涨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吃的时候 会很高兴 那胃口很好 但是晚上以后 一踩撑上吧 就心里沮丧半天 那么你走入这个社会 因为我到这岁数 有时候 我确实不如原来自律 就原来想做的事 一定要做到 如果我说 我要放弃到这件事 那就这件事 我已经知道 不成了 我才去放弃 就知道什么时候放弃 而不是知道 这个事可以做成的时候 你为了偷懒 为了什么事情 那时候我们做编辑 做写东西 熬夜干什么 谁不愿意躺床 去看个电视剧 睡个觉 多舒服 但是趴在桌子上 他老说他写作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很愉快的 写作那个愉快 是他写作状态 最好的时候 写作是个很辛苦的事 你千万不要给大家 一个误会 认为写作是个 很轻松的事 没有多少人 写作是轻松的 脑力劳动 比体力劳动累 我们过去 我干过重体力劳动 那就睡一觉起了 啥事没有 脑子要是用过渡了以后 长时间的那种状态 就说不上来 就是内心 如果他进入一个 就是高兴奋状态写作的时候 当他结束了 他有一段时间退不出来 就是兴奋 是是是 非常兴奋就退不下来 所以我要喝酒呀 所以他就靠这个吗 你说他三十年失眠怎么来的 我过去我也写东西 我现在懒 我写东西呢 过去写东西呢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写完以后 两小时之内 是不可能入睡的 方舟你说啊 就平常咱们评价 说某个男人很厉害 和今天评价说 某个女人很厉害 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不一样 就是我后来发现 好多男的 在评价这个女的的时候 他评价别的男的 其实是专业能力 这人是个好主持人 这个人是一个 这个人是一个好导演 这个人是一个好作家 怎么样 但他评价女人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采取一个 最显而易见的标准 他是一个美女 或者他是一个好女人 你知道他就会把他 其他的专业能力 全部都去掉 最后以一个性别标准 或者是因为长相 这个是最好评判的标准 你不需要专业技能 你就可以评判 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 所以有的时候 我确实在这一点上 会挺沮丧的 而且我挺期待自己 赶紧40岁50岁 这样就 大家不会讨论你的长相 你知道 就是你长得好看 或者不好看 你无所谓了 就是这个长相 你说就讨论气质了 另外一个枷锁 你比如说 咱们这一说什么叫 林徽因 谁都不能否认的是 这里边有个颜值的因素 对 对吧 对 陆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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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吧 咱们说哪个女的 哎呀很厉害 都叫财貌双全 是不是 对 而且甚至就像 刚才我讲的 就是好像 包括女人都这么评价 她的老公也好 她的家庭也好 她的事业也好 她什么都好 才叫厉害 对吧 但是一个男人呢 她有一点厉害就可以了 对 你都不 都不让她家庭 谁是她老婆 你都不用管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非常不糟糕的评价 标准 因为男作家 没有人说这个人 这个作家 刘俊云 他是个男作家 没有人这么说 然后他是个女作家 大家就是 就是作家 你别说我是男的 我是女的 我的书是中性的 对吧 然后就这点 就是我就觉得 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毛病 也不是中国的 比如我这次到 我去年到阿布扎比去 然后呢 就是 这就一个 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 为什么好莱坞的男性 就要比女性 偏酬劳高 对吧 为什么就是女作家 总是不能 不能得到就是 这个最serious的 你看 诺奖也好 什么也好 他都是 就是有那么一点 对吧 就是 但是最serious 就最正经八本被对待的 都是男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说是吗 我说我这么一想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我特别反感人 就是说 女作家 我说 我这名字就是一女的了 你还用在前面 再加一个女作家吗 对不对 因为女作家少嘛 你再有一个 因为长期以来 是男权社会 这个你到今天为止 现在尽管现在女权 提出了很多了 要求了 但是今天全社会 还是个男权社会 但是有一个征兆 是对女性非常好的 就是说 我想在未来的一百年 它逐渐的会 女权大于男权 现在女性国家领导人 急剧增加 这个比例数字在增加 这个还有企业领导人 女性的企业领导人 也在急剧增加 是因为你摆脱了 那种过去靠 靠劳动力去 去统治这个社会 就是你胳膊粗没有用 现在脑袋领 什么 胳膊粗没有用 那这种女性的地位 就急剧提高 但是你写的 这个小说里边的 这个女性人物 我都觉得 是非常善于 在男人的夹缝当中 发挥所谓女性的优势 你觉得在今天 就这种所谓男权社会里 实际上好像存在着 一种女性 我有时候在她的小说里 我会想到 就过去的一些交际花 就是你 当然你从某种角度上讲 它是一种什么产物 男权社会的产物 但是在另一方面 你就觉得 它在这种夹缝当中 那种游刃有余 你觉得 这存在不存在一种 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 所谓的性别优势 我都是活得糊里糊涂的 我都没有什么意识 我就是 这里面的这些女性 当然我有很多参照 对吧 是我的女朋友 有很多女朋友 我觉得她们这样 这种做人 对吧 这种什么 然后再加上 我对她们的一些 很善意的理解 然后再把她们去构出来 就是女权的这个态度 就是男女是绝对对立的 对吧 就是女权就是要 就是有一种敌对态度 实际上 我的所有的主人公 跟我自己态度相像的 就是说 我没把男性当成一个 就没有敌对的地方 对吧 我就最最不喜欢的女人 就特别计较 特别算计男人的 你知道吗 最瞧不起的 就是这种女人 就是把自己当花养着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的每一分美丽 都要榨取你多少价值的 那个 就是这种女人 我是最最瞧不起 所以 女性作家跟男性作家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你纵观这个世界文学史 能看到很清楚 男性作家 我们说的是整体 不说个体 男性作家的整体 是要解剖这个世界 创作文学作品 女性作家有一个优势 是男性作家没有的 就是女性作家呢 他愿意解剖自己 所以他有时候在写 女性比男性写得深刻 就是他不怕把他自己 不好的一面让你看见 而男人呢 他看 他毕竟隔着一层看女人嘛 但是由于在历史上 女性受教育的 这个几率是低的 你比如在中国古代社会 女性读书的就 就明显的少于男性 而我们 这个真正教育到 普及到 就是男女都 对等的时候 无非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 因为在民国的时候 女孩子读书都是很少的 那我在做文学编辑的时候 就明显的能感到 女性作家的 有很多东西 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性读的时候 是比较出动的 而男性的作家很难出动 我就是 哎呀哪个事 就是他永远 男性永远占得 比自己实际地位要高 女性永远把自己 割得实际地位低一点 这个差是有的 我觉得女性是比 更善于去写这个 书家和被忽视的人 我那天在看世界 我在想 这科幻小说怎么来的 然后我就查 我发现世界上 写第一个科幻小说的 是20岁的一个女孩 玛丽雪莱 Mary Shirley 她就是 因为科幻 她写的弗兰肯斯坦 《科学怪人》 讲一个人 创造出来一个怪人 但是她并不爱这个人 所以这个 引起了一系列的这种反噬 因为她自己 就是一个不被爱的人 她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她没有接受教育 她的写作不被重视 所以我觉得 好像女性 她会更善于写 这个被忽视的人 或者一些 就刚刚你说 严老师写这种 夹缝中生存 我觉得夹缝中生存 也是因为 她真正的力量 是被忽视了 所以她只好选择一种 夹缝中 你看似有刃有余 其实是 不停地去寻找 这个生存之道的 这样一种生活 你看 她就喜欢写点 女性的这种 某些赌客 可能她还有点 情感的 这个 牵缠 她又要赚她的钱 又要跟她对赌 但是似乎呢 又有些男性呢 吸引了她 她产生的 她对这种男性 产生的那个东西 叫什么 叫爱情吗 其实她这个 这个梅小欧 就是我这个 这个 女的蝶马仔 实际上她也认识到 这一点 就是 这个不赌的 好的男人 都是他们在 他们太太那儿做的 对吧 如果他们是赌的 一塌糊涂 太太给她赶出来 就属于她 那他们又 把赌戒掉了 又还原成一个 好男人的时候 他们又属于 他们的太太去了 所以男性在她面前 总是道德放假的 你知道吗 就是 性也可以的 对吧 然后毒也可以的 做一个烂仔也可以的 所以 我最开始 给她起这个名字 小欧 就是一个 其实海欧 看起来很漂亮 实际上她吃 都是海边上的垃圾 但是这个里面 有时候会不会 有一种感觉 就是 给了男性 过多的宽容 似乎对女性的 这个韧性 对女性的 这个韧性 和坚强度 给予了更高的期许 有没有这个倾向 好像有 好像有 因为 因为我们不能改变的 就是五千年来 对吧 形成的这种 这种 男女之间的 这种关系 对吧 性别差 性别差 因为我们已经 形成这么长 你想在一代人 或两代人 这个几十年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的 同工同酬了 因为我们现在 可以跟男的去 横两下了 就改变这个内心 这种心理上的 其实很多很多的 还是在我们心理 和行为上 这种行为 和心理的东西 是不会这么快改变的 我认为 你是不是确实觉得 女的比男的强 各方面都强 没有 没有 比如说岁数都大 活的都长 没有 我觉得 男的比女的脆弱 这个从生命来说 女人是 本身你说 活的比男的长 对吧 她经历生育 就你可以看她 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对吧 就是她肯定 经受这样大的 痛苦的这种生命 她一定是很完人的 就是她给你的设计 对吧 就是 这个造物主给你的设计 本身是比男的要完人 对吧 她是个接受体 对吧 从两性上来说 她没有说什么 什么可行和不可行的 只要她 能接受一个男性 她就是可行的 对吧 但是男性是不一样的 就是把男性 有一段时间 主宰这个社会 所谓男权社会 实际上是一误会 就是如果这个人类的 文明发展 一直是女性主宰社会 那就跟动物界都差不多 还是挺好的 我们都盼望回到母系 回到母系 所以先拜拜 我们的女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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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个朋友 她帮我 她是个爹妈仔 她说 你是要乾隆当年赌博 就是下那双入棋 我在这个 读这个扶桑的史料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 什么澳大利河本的 什么之类的 这种很女的 就是很女性化的这种 就是对 陆小曼 陆小曼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